大家好,之前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木板的侧面钻孔定位工具 也就是说在这个木板的侧面准确的在它的中心钻一个孔的工具 那个工具我现在觉得不好用,所以要把它进行升级一下 让它变得更好用 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我这个布工的钻孔定位工具 最新升级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那接下来看我是怎样用CNC雕刻机来制作的 CNC雕刻机最开始加工的仍然是上螺丝用的孔还有层孔 这个是用来上螺丝的 然后再进行外轮廓的加工 一共就四块板子,四个结构 现在我用我自己做的这个电动打磨机来把这个桥打掉 还有这些边也把它稍微打一下 那边就要拿到这个桥打 然后再进行外轮廓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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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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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owers调查一下 下腿 Pad上火 好 现在要把钢管上到这个孔里面 这两块是迪在一起的 这个孔是通的 这个时候上的时候有讲究 最有难度的地方来了 上这个的时候 你不能从这上面一直把它敲下去 我试过了 如果你从上面这里两个拼好之后 从上往下一直敲的话很难敲 因为我这个孔的直径 只比这个钢管的外劲大0.2毫米 所以就比较紧 那在敲的时候呢 要这样子敲 先把这部分敲到这个下面 然后再把这个从上面敲下去 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钢管就分为两部分的塞 先塞到下面这个 然后再塞到上面这个孔 这样子才能够很好的把这个钢管塞进去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 在敲的时候呢 往下敲的时候 不要用铁锤直接碰铁 不要用铁的 要用木锤或者是中间垫一块木头 中间垫一块木头这样的敲 如果铁碰铁的话 这个地方就会被敲变形 到时候钻子就上不进去 就废掉了 我下午做了一个就是这样子敲 直接敲就把它敲变形了 所以这个就不行了 现在我把它先上到这一块下面去 敲的时候呢 用这个木头垫一下 好 这边已经敲过来了 接下来呢 把上面这个敲下去 这个时候呢 就把下面这个放到下面 然后这个对准 两块已经敲在一起了 敲紧了 这时候把这个面调平 然后把这两颗螺丝上 放下来 有什麼好看 這很容易就有感覺 會不會有感覺 有更多的方法 有些人的方法 有些人的方法 是有些人的方法 现在就做完了 结构就是这样子的 拿一块木头来试一下 就拿这块木板来试一下 在这里做一个孔 拿一块木头来试一下 效果还不错 OK 现在来看一下我这一款钻孔定位器 为什么更新 更新成这个样子 主要是我用之前的 以前的那一个钻孔定位器不好用 所以我就更新成现在这样子比较好用 那看一下我以前这个是这样子的 以前这个呢 想得很好 最开始设计的初衷很好 就上面这里几个孔 不同大小钻头的 然后呢 可以灵活的调整 把加工的板子放到这后面呢 可以灵活的调整 想转哪个转哪个 还有这个压块呢 起到作用把这个后面的板子压住 想起来蛮好的 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不好操作 一个是压这个压块的时候呢 不好压 那个夹子不好夹 另外一个 调整这后面这个被加工的物件 调整它的距离 调整每次调的时候 这个边上呢都要拿一个 这个边上呢都要拿一个方木来挡住 确保它的调的时候呢 调得很准 所以呢我就觉得 为什么不固定下来了 那我就这里把它升级固定一个木板挡住 每次只加工一个就可以了 不需要这么多孔 所以呢我就升级成现在这个 升级成一个的 加工一个孔的 我要做另外的板子的话 我就做另外不同大小钻孔的这个钢管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我这样固定下来呢 这个距离 这个孔到这个边的距离呢 都是固定的 我这个是35 那我在设计板子的时候 我要钻孔的时候 都是在这个板子的 边缘离过来35的距离钻孔 而且钻这个大小的 我这个设计大小的是 钻9毫米孔的 那我要钻6毫米孔的话 我这里就做小一点 做4毫米孔了再做一个 单独做一个 这样子的话 每次做的时候 直接把板子 把被加工的板子 直接卡到这后面 直接放到这个台面上面 对准这个直角靠近 而且 这个地方用夹子夹呢 也好夹 直接把加工的工件 这里用夹子夹子把它夹好 会夹得很牢固也好操作 就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就设计成这个样子 这个块呢 主要是个档块 板子一靠过来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升级的原因 结构的话就很简单 这一个底板 这里一个挡板 这两个呢 就是上这个钢管的板子 我所用的板子呢 都是18毫米的免期多层板 这里用了两块 两块一样的叠起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钢管稍微长一点 可能它的精准性要高一点 如果太短的话 可能用久了之后没有那么精准 当然大家做的时候用一块 你可以去试一试 应该也可以哈 那这几块结构出来之后呢 就通过螺丝的连接 这两个螺丝呢 主要是连接这两块的 那这下面呢 我做了几个成孔 中间的小孔呢 是上螺丝的 这里四个 把这两个 还有后面这两个上起来 然后这三个呢 主要是上这一块挡板的 那看一下尺寸吧 尺寸呢 底的尺寸 底板的尺寸是 129乘以 228毫米 然后上面这个 上这个钢管的这个板子是 50毫米的 70毫米 这个挡块的尺寸呢 是 18毫米的 跟这个差宽度一样的 129 为什么这个宽度只做成 18呢 而不是做成更宽的呢 因为做太宽的话 这个距离到这边太远的话 那夹子在夹的时候呢 特别是那种快速夹 它的夹 夹口的距离啊 没有那么远 它就很难夹到这边 所以刚好做18的 然后夹子呢 就直接可以夹到这个 被加工的这个板子这里 OK 那我这个钻孔定位工具的升级版本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评论留言 当然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视频点赞 或者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后期呢 我将分享更多的类似的这样的 木工DIY的工具 用CNC雕刻机来制作一些 DIY的作品 一些木工作品 木工家具等等 还要介绍一些 CNC方面的软件 设计软件 道路软件 控制软件等等 好了 那我们下次再会